大家好 我是林Sir 今天和大家去到荃灣的映日灣 映日灣這個樓盤頗受觸目 因為開的赤價都頗為偏低 但實地去到 和大家說映日灣好之餘 也有些事情要留意 看看它有二樓 三樓 五樓 其實這些層數的赤價 16000元是會做到的 但我們現在看不出去 其實後面會見到一輛工程車 其實你看到最底層的位置 連比那輛車都更矮 所以如果你想 在窗戶直接跳到街上 買底層可能要注意 映日灣你問地理位置確實不錯 當然不會像海之戀地鐵上蓋 但是在荃灣西鐵站是絕對走得到 出了西鐵站五分鐘左右 經過荃灣公園就走到 但正正因為有公園 如果你有住底層的話 會有蚊 還有我稍後有一個片段給你拍到 其實對出條路是有巴士經過 住底層以後有巴士經過的話 我小時候居住的房子 Ethan會看到有震感 我也聽過經紀跟我說 開冷氣就不會覺得震 我就不太知道它的邏輯是怎樣 不過呢 在買映日灣之前 其實你也要意識到 它某部分的樓層開價很低 是有它的原因 因為它極之貼地 和樓盤是沒有底座 不過我相信中高層樓沒有這樣 大家希望祝大家選樓 選得開心 好嗎 這次是來到映日灣的神秘報導 好嗎